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朋友 大家好 《樂報》我不說長時間到了 我是余榮樣 身邊有鄭仲暉 李宗盛 你好 李宗盛 你好 大家好 早幾天司法警察局 進行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演習 預備防罪 演習無疑 有歹徒在大陸那邊 偷運了一些金色來澳門 預備在澳門那裡去甩手 這是找一個主題留意 最重要是借著這個主題 看看整個應付突然來應變是怎樣 李宗盛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澳門發生在賭場周邊的罪案 其實多了 這個也是澳門保安當局 之前擔心的事 因為我們累積了這麼多年的很多遊客 遊客當中 我們排除有些人來做世界 所以現在這個演習 是防范聖衣未然的好事來的 大規模的關於賭場的罪案 都是很多彈 你可以看個案 一個是偷籌碼為數 近三百萬籌碼 這個牆 後來都是在大陸落網 連籌碼都起 另一個是命案 四個內地男子被斬 其中一個是重傷至死的 這兩個個案都可以講一講 我想這些事情 其實有一個防范情報 一個解除這個特別罪案的方式 演習這些 我想很有必要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也要教導也好 提醒也好 一些外來的人 我們不要把全部責任都歸於內地的人 我們不排除有其他國籍的人 外來的人 而外來的人 最多就是內地 所以就會形成這樣 坊間也有些說 要不要向一些笨賊宣傳一下 例如 讓他們知道籌碼 你偷了都沒有用 我想說這件事 大家覺得 最水到渠成的方法 就是搶籌碼 整個萬元一個 搶10個就是10萬 但這個不是黃金 黃金你容易出貨 兼或者你融掉它都可以 但是籌碼 由於它設計了 是有變色系統的 包括晶片 你偷了它 它就可以 當你出貨的時候 看到你 舊時奧布時期 就沒有那麼精密 唯有偷了 全批不用 這個都挺重疲 我想大家 現在也要把澳門的情況 對比一下我們一個類似的城市 叫做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那邊 大家都知道 美國有支槍是很容易的事 它全民擁有槍下的率是很高的 反而澳門或者內地 這個情況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拉斯維加斯 它有了這麼多年 能夠逃離 搶了不論籌碼也好 現金也好 逃離這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 其實這麼久 尿尿可數 這麼多10年 沒有多少單可以成功 逃離這個賭場的範圍之內 大家知道 美國這方面是很嚴密的 一早閉路電視周圍有 而我們其實在60年代尾 開始有些機構都裝閉路電視 不過就不是很補給 因為貴 兼有些是捨不得的 現在周圍都有閉路電視 亦都有一些防範的系統 兼且施警有一套他們的方針 較為容易去執暴到的空 我想大家看這個演習 今次在電視上 我們看到似乎有些趣味性 大家學姿在看 拍一套警匪片 但這裏亦是展示了 澳門施警方面 應變的能力 和最重要是 它告訴大家是火力 大家不是量劍是量槍 但這裏亦有一個警號 有時怕刀高一尺 摩高一尺 這次偷籌碼 搶籌碼 它是出動到胡椒噴霧 如果它有槍就不得了 大家都見過澳門以前的新聞 包括在提督馬路的西洋銀行 那個位被人進去 一開槍殺死它 然後鎮壓了 那些職員都害怕 很快就可以偷到此 不過這次我看到一件事 可能我看得了警匪片多 我看得了荷里奧的警匪片多 我覺得這次演習 有一件事我認為 或者有關幫局 雖然這次演習是一個模擬 不是一個真實 但可能會將自我保護的意識 降低了 我看到其實整個畫面很短暫 這個都不要緊 最近看到內地也有些演習的片 大家看到演習的片 就知道平時怎樣訓練 其實平時司法警察局 那些警員都訓練有數 不過這次演習就值一個主題 令到他們發揮 考驗大家的突然之間應變能力 因為逢是演習 肯定有些事 事前不是那麼透徹 告訴他們 臨場才告訴他們 你去左邊 你去右邊怎樣 這個就是顯兵調將 演習呢 訓練了那個主管的人員 不只是每一個最基層的人員 今次的演習 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只是一個觀眾的角度 因為我對比起電影裏面的橋段 我看到有一個警員 似乎沒有好好的保護自己的情況之下 舉槍指著這個疑犯 我們要看到一件事 我們今次看到車上有兩個疑犯 當然有四五個警員拿著槍 已經制服著他們 我們不排除那些狂匪會開槍 其中有部份的警員 好像暴露在射程百分之內 我覺得 因為我當然不是現場 所以在這裡我希望 如果演習的時候 這些小節都要注意 否則說話 習慣了真的這樣 你記住 對方未必一定沒有槍 雖然你有避彈衣 但是避彈衣大家都明白 可以補到多少位置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看今次的演習 我自己感悟到一個場面 現在解控軍分了不同的軍區 在東南西北中 以前有幾個軍區 七個 其中一個是天津軍區 我去過一個訓練的地方 看過他們的演練 相當精彩 假如我們的司法警察 他是有一些比較先進的設備 這樣的演練可能比較好 例如一些電子的槍 就等於計到點數 你又射那個匪徒 匪徒的槍就射你 到時買單 算數 誰總了多少槍 我覺得這個也好 因為你用類似真槍 當然你不會實彈 但是你會鏡著 我看回內地有些的演習 是普通的演習 他都鏡著的 因為那個飾演大徒那個 你又不能夠將那些 有可能有殺傷力的彈 雖然沒有那個火藥在那裡 射到它 用咒著的 正如好像練劍 都是點到即止的 所以今次這個演練 我覺得可能我自己 是第一次在電視機前面 就見到整個這一段 那個演練過程 所以我就提出 剛剛我自己的一些體驗 你說這個是對的 亦都有時要憑著演練 包括你演戲都要彩排 在演練和彩排之中 你又找到不足 從而改善 你不演練更差 根本都不知道哪一個 哪一個不行 如果沒有演練 你就看不到那些破綻 看到破綻 所以改善 你看到的時候 他都更應該看到 因為這個 跟執法的人員 那個生命的 會不會受到威脅 沒有關係 當然我覺得 演練和演戲是不同的 演戲是精彩一些的 演戲是精彩一些的 肯定精彩一些的 不會有漫長的 漫長那裡就剪掉了 所以今次的演練 亦是給大家看到原來 執法當局 是有真的 在平時都是不斷不斷在 注意一些的小小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演練 就是測試 演練一種測試 每一個參與的單位 和那個立即 他的工作怎樣 演一個測試之後 一定要改善 但我也都提一件事 這件事我今天預備了要看的 我們平時見 演習了還不算數 演習了 我覺得要有第二次演習 第二次演習 就比較第一次 而改善的 從來我不多見到 很快有第二次的 但我覺得第二次演習 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建議 要做一個第二次演習 可能可以第二、第三、四次 都不出奇 不過可能 在北九的將來 而不是說 再下一次 2020年 已經很久了 多謝輝哥